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三个茶联 就是以茶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对联 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朗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这个对联的这个美 同时能够看出这个茶的一种意境呢 我们前几年比较火的一个电视剧叫《甄嬛传》 在它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曾经提到了这么一款茶 叫做《碎寒三有》 它原文说的是说要取松针竹叶和梅花一起用水烹制 这个水呢还用的是夏天日出前荷叶上的露珠 在这个《甄嬛传》在比较火的之前的时候 当时呢很多人就说这个《甄嬛传》啊 有这个模仿《红楼梦》的这样的一些嫌疑 那么看在《红楼梦》里面 有没有描写茶的这样的一些段落呢 特别经典的一回就是第41回 这一回的题目是 甲宝玉品茶龙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在这一章里面呢 讲到了庙玉 有人说是品茶 其实这里面更多的并不是庙玉来品茶 是庙玉呢给大家去倒茶 给大家去讲茶的这么一回 主要说到当时刘姥姥带了一批人 来到了农村安里面 就是庙玉所在的地方 来讨一杯茶喝 这时呢就是庙玉把泡的一杯老军煤 给他倒上来 在这里面出现了一种茶叫老军煤 后来呢 又用了什么样的一个器皿呢 是说是给这个甲母用的是 海棠花式雕漆田金云龙献寿的小茶中 从这个茶具里面就可以看出 这也是富贵人家的茶具 我们之前在给大家讲茶具的时候 也会说我们从在以前的这个浑荫法 到金茶法到点茶法 一直到后面的泡茶法 这里面如果说是从饮茶法里面 它又从功能性的角度来去区分 会用到一些茶具 但如果说宫廷里用到的 往往都是比较珍贵的 比如说以金和银 或者是这种流利为主的这样的一些茶具 在到了清代这个时期 封建社会呢 已经到了虽然说 我们说到了一个相对没落的一个时节 但是它毕竟成绩前代以来的一些艺术佳品 所以呢 这时候的人对茶的一些认知应该是更深了 所以在文学作品里有体会 刚才我们说的这一这样的 给甲母端上来的这个茶中 在这一回里面呢 妙玉在安置了甲母他们喝茶以后 同时把徐宝钗 林黛玉 甲宝玉 他们拉到里面去 其实当时是没有拉甲宝玉的 他自己进去的 到里面去喝所谓梯极茶的时候 也用到了几个茶具 比如说给宝钗用的斑跑甲 给黛玉用的点溪桥 本来呢 给宝玉用的叫做绿玉斗 后来呢 那这个宝玉嫌这个东西小 后来又给他换了叫 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 攀球整雕竹根的一个大海 当时宝玉觉得啊 这个东西会比较大 会比较 喝的比较痛快 所以妙玉就问他 说我要给你这么一海 你能喝得了吗 宝玉盲说 说喝得了 妙玉说 你即使喝得了 那也没这么多茶给你糟蹋呀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品茶的概念 我们说品茶呢 并不是完全的以解渴为主要目的的 妙玉这里面的喝茶显然不是以解渴为主要目的 所以他的原话是说 说一杯为品 二杯即使解渴的蠢物 三杯便是应牛应罗了 而你要吃得了这一海 那便是什么呢 当宝玉 黛玉和宝钗他们问及 这个水是什么样的水的时候呢 他告诉说 这是我五年前啊 在悬木盘香寺住的时候 收到梅花上的雪 同共只得了一鬼脸青的花瓮那么一瓮 总舍不得吃 一直到今年夏天才开了 所以这里面是突出了这个茶具的珍贵 水的珍贵 这和我们之前用到的茶医六柱 是一脉相承的 只是这里面通过文学作品的那种语言 能够更好的 引起大家的一种注意和了解 关于与茶相关系的这种文学作品呢 还有一些很好玩的 比如说唐诗的原诊 有一首以茶为题的叫宝塔诗 为什么叫宝塔诗呢 它第一行是一个字 第二行呢 就是两个字 这样的就是成为一个宝塔的一个三角形 形式上啊 有一种形式美 包括在宋代的时候 苏氏有一首诗 也应该说是两首诗 记梦回文二首 就大一是说呀 苏氏有一会做梦的时候 梦到了这么一首诗 醒来的时候呢 他就记得他曾经有这么一句话 而且呢 自己做的是一个回文诗 回文诗是什么呢 就是从头到尾读 和从尾到头都能读的回去 这叫回文 而且意思呢 差别不是很大 所以这叫回文诗 都是一种游戏之作 我们前边 不管是通过这种茶的对联 还是小说里面 展示的茶与文学的这种结合 还是像这种宝塔诗啊 回文诗这种形式美的这种文学作品 都是给大家记住一个引子 我们今天讲的是茶与文学 茶与文学那组合的话 就应该是茶文学 那茶文学 到底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研究现状呢 我们如果到CNKI里面 去进行一个统计的话 以茶文学为主题的 大约有38篇文章 以茶诗为主题的稍多一点 但也不是特别的多 这里面相对这个深度论述的 比如说硕博士论文的 大约也是在30篇的左右 书里面大同小异 讲的基本就是 这个茶文学里面的 这个有关茶的相关 就是通过文学作品 来讲茶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采茶 制茶呀 茶人啊 包括这种互相这种记茶 这种茶的友情 而且茶人的一种意趣 这里面都有 但是这个呢 其实我不是特别想打算 给大家重点讲了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分数了茶的简史 茶的饮茶法呀 泡茶法呀 茶具呀 茶一六桌啊 等等各个方面 包括还有一讲叫做茶书 这个茶书 我们当时说的 有关茶的记载的这种专书 那茶文学与茶书之间 是什么区别呢 恐怕是说茶文学 更多的突出是这种文学的形式 更多的是涌茶的 茶的文学作品里面 我们说用茶的文学题材 比如说诗歌 词曲 还有这个散文 小说 戏剧 等等 这样的一些形式 来展现茶这个主题 或者是与茶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文学作品 而茶书呢 是以茶为主题 是以客观论述为主的 比如说深入解读 如何去制茶 如何去泡茶 所以这两个之间是不同的 虽然都是用文字写旧的 但是 它其实是有相通之处 那不光是茶文学 还是茶书 里面 讲的都是以茶为主题 所以呢 我们想的是 给大家挑一些 茶文学里面 比较经典的一些篇章 从宏观上进行勾勒 然后呢 重点呢 进行典学 就是特别经典的一些茶诗 大家提到的话 能够知道 比如说 我们刚才 那个对联里面提到的 卢同 那卢同是谁呀 是唐诗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 大家喜欢 经常会提到卢同这个人呢 他也是有典故的 好 我们说 在茶的文学里面 最重要的 一个 题材 那就是茶诗 有关茶诗的呢 也是像 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 讲的各种的 比如说有关这种 明茶的 这里面一个典型的代表 就是仙人长茶 李白的 达祖旨 僧 忠福禅师 赠 玉泉 仙人长茶 前面他就提到说 什么常文玉泉山 山洞多如枯 仙鼠如白鸭 道玄清夕月 名声此中时 玉泉流不歇 根科撒方巾 彩福润击骨 所谓仙鼠 其实注指的那个 特别大的 白的 那种蝙蝠 大到什么程度呢 像白色的乌鸦一样 那么大 然后道玄在这个清溪边 还在月映照着 茶叶就生长在这个地方 水流不歇 然后呢 这个茶呢 在这里面滋润 经过天地这种 造化的滋润 造就的这种茶叶 能够滋润鲜骨 能够得到成仙 这是讲的这个明茶 还有的呢 比如写茶人的 有小然 这是一个和尚 他写的 寻陆洪健不育 这首诗叫做 遗家虽带锅 也净入桑麻 尽重离边局 秋来未捉花 寇门无犬费 欲去问西家 抱到山中去 归时美日下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就学过一首诗 叫做 寻阴者不遇 寻而不遇啊 这个在诗歌里面 是一个常见的 这么一种题材 经常有这样的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 没有手机啊 去之前不能够进行联络 往往去访友 到那里 人家可能不在 对于尤其是 对于一些常常出门的人 我们看这首诗里面 他讲的是茶人 根本没有寻到落语 但从这里面 能够体现出 茶人的一些性格特点 所以寻而不遇的这种诗 都有这样的特点 就往往人而没见 通过他们家的这种 比如说家庭的这种摆设 或者周边的一些环境 能够看出他的一些追求 比如说你看他说 虽带锅 就是其实在城郭旁边 就离城区离人 虽然并不是特别远的地方 但是呢 也进入丧嘛 也啊 就是跟人迹啊 相对的这么一个词 升到野外 同时呢 就是叩门无犬费 同时这里面就没有啊 像一般的人家 有这种人烟的 那样一种感觉 所以陆宇呢 虽然有这样一个居所 但是因为他 叫报道山中去 归时 每日乡 就是每天啊 早上就出去了 晚上才回来 所以呢 这里就是一个居所 可以看出 陆宏建 又是到山里去访茶去了 还有比如说 写隐查的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 就是杜甫的 重过和事五首 其中第三首 叫落日平台上 春风 戳明时 这句话写的特别的好 落日平台上 在平台之上面 看到太阳 渐渐的落山了 就像这样 我们想的叫 白日一山进一样 远处的太阳 慢慢落下 因为落日和朝阳啊 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朝阳是往上升的 根本感觉是一种 要蓬勃 朝气 我总要做点什么 要积极进去一些 而落日的时候呢 大家的心情 往往都沉浸下来 就牛羊下来 要回家的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落日时节 天还没有暗下来 很和煦的阳光 而且是在春天 春风拂面 正是绰明之时 正是喝茶的一个好的时节 有一个词叫春风带荡嘛 春天的风啊 是暖暖的 温温的 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面 又有落日相伴 是一个很好的 喝茶的一个时节